为保证战力充沛 隶属于丰丹直律亭的特训队 收纳了不少性格迥异 但实力超群的人 一般来讲 这些人物很难融洽相处 但他们无一例外 都很服从队长夏沃蕾的命令 这可能是因为 想要惹事的话 至少要先在训练量上 比得过他吧 就倒是嘉莉 特训队在执法工作中 需要应对各类危急凶暗 和恶劣罪犯 身为队长 夏沃蕾擅长将火元素神之眼的力量 与独到的枪法结合 协同队员一起维护正义的边界 面对危急情况 往往要抢占先机 夏沃蕾处于队伍中时 能够降低队伍中 自己的角色冲刺消耗的体力 提升探索的效率 夏沃蕾的普通攻击 可以进行至多四段的连续枪击 造成物理伤害 使用重击时 夏沃蕾将消耗一定体力 向前方突进 对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物理伤害 点按元素战绩 夏沃蕾将冲枪快速抵肩 射击敌人 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长按元素战绩 夏沃蕾进入瞄准状态 锁定准心内的一名敌人 进行更为精确的拦截射击 夏沃蕾释放元素战绩 进行射击后的一段时间内 将持续为当前场上角色 恢复生命值 恢复量 受益于夏沃蕾的生命值上限 夏沃蕾将在队伍中附近的角色 触发超载反应时 获得一枚超量装药弹头 至多同时持有一枚超量装药弹头 夏沃蕾长按元素战绩时 若拥有超量装药弹头 则转为发射超量装药弹头 造成范围更大 伤害更高的火元素伤害 每隔一段时间 夏沃蕾的元素战绩命中时 将换出刘勇之刃 造成具有荒性的火元素伤害 解锁天赋纵阵武力统筹后 夏沃蕾发射元素战绩的超量装药弹头后的一定时间内 将其与夏沃蕾的生命值上限 按一定比例 提高队伍中附近的所有火元素 与雷元素角色的攻击力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提升 存在一定限度 让能力适配的队员组成小队配合出击 能够有效提升几方战力 解锁天赋兼兵协同战法后 当队伍中所有角色的元素类型 均为火元素与雷元素 并且至少有一名火元素角色 一名雷元素角色时 夏沃蕾将为附近的队伍中所有角色 施加协同战法 角色触发超载反应后 协同战法能使受本次反应影响的敌人的火元素与雷元素抗击均降低 施放元素爆发 夏沃蕾以冲枪向敌人投射爆轰榴弹 造成火元素泛回伤害 爆轰榴弹命中后将分裂成许多二重毁伤弹 二重毁伤弹将在短暂间隔后爆炸 对附近的敌人造成火元素伤害 冲枪是夏沃蕾最喜欢的武器 被他的准心锁定时就要做好抵挡枪火攻势的准备了 战斗中 夏沃蕾主要通过元素战技为队友提供助力 释放元素战技 夏沃蕾将持续为当前场上角色恢复生命值 当处于合适的队伍中时 夏沃蕾的固有天赋 还能使队伍中的角色触发超载反应时 降低敌人的雷火元素抗击 此外 夏沃蕾发射超量装药弹逃后 还将提升同伴的攻击力 提高作战的效率 当元素能量充足时 夏沃蕾施展元素爆发 借助爆空榴弹和分裂出的二重毁伤弹 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协同同伴一举缉拿嫌犯 在封丹 律法拥有统一的标准 但每个人对正义的认知却不一定相同 这与人们的经历与见识有关 相互理解是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夏沃蕾并不强求大家认同他心中的正义 与之相对的 他也保留了自己评价其他正义的权利 若你好奇 不妨为他买一份油炸食品 然后听听他对时下流行的小说 戏剧的感想吧 我想那应该比他的表情要轻松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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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